呜呜 Hello大家好,我是林果儿 这是我们当地烧场的一个发电机 看那些外壳,都已经被使得砸成这样了 我是第一次修这样的大型发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我也好想拥有一个这么大的发电机呀 如果我能修好的话我就给它买下了 接下来我就看看有哪些问题 看这个水箱已经没有了 还有这个水箱的连接处 已经被石头造成这样 生这么厚的锈了 这个温控器还在 看这个小的发电机嘛 搬运的过程中不小心重大的已经做坏了 原本是好的 还有这个发电机部分的接线盒已经没有了 还得重新弄一个 现在从外边来看 这个发电机就是这些问题 接下来我就开始拆了 这个好久没用了 啊 这句话已经进水 看这个缸里面那么多水 难怪拌不动了 哇 这个缸盖已经漏水了 生这么厚的瘦 说明这个已经漏气了 这个需要研磨一下 你们看这个我先对好吃 因为我不会 我必须要先对好吃 我才敢拆 等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机器我已经全部拆在这里了 接下来我就给这支配件清洗一下 然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机器需要清洗的地方 我已经清洗好了 接下来我就给它敷敷锈 这个机器的锈已经除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处理其他的问题 这个机器的锅子 生姜 生姜 煮些玉米 四季 切割 切割 白 要塗装 把皮切成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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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五秒鐘、3秒鐘、5秒鐘、1,000ena 水 水 这个钢盖因为之前就露水 然后生锈特别厉害 所以就要重新打磨一下 我拿去他们专门打磨了地方打磨过的 然后这个气门也是换成了新的 接下来我给它上上去 这个壳子因为变形太严重了 我就给它换一个新的 然后这个锦要要竖着才能烤在这个槽里面 这个钢盖上面的净水口它原本就是已经炒烂掉了 所以我就给它换了一个新的 然后这上面的一个那个水帮被我修的时候修坏了 我又给它换了一个新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按上 这个轴承的弹桌它原本是有一个控制位置的 但是那个控制位置的被我修烂了 所以就这样 这样是不能用的 所以就这样 这样是不能用的 它不靠地人生地这样可以用来 对我给它们讲一下 就好了 我在这里就好了 超过来就是这样 我给它发包装了 它做得很有限的 然后不停 这个机器我已经全部弄好了 接下来我就给它喷漆防止发生旧 焗崩了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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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炒成二千玉米 3、五、八、八 油 炒成 Evelyn 这是我新买的电压表 它之前是没有的 我给它切在上面 它原本的水龙饼已经没有样式了 所以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新的 这是我新买的水箱 它之前是没有的 不是 它也没位置 它有点 它也不定 它就 баг了 它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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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泡理 它就更好 因为它不一定 它就更好 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 刚刚我倒了机油 有后就下了一场大雨 现在雨天呢 我就试一下 然后这个机器是有钥匙的 回来开始了 谢谢大家 用钥匙就可以打燃了 我好喜欢 然后我是第一次修这么大的机器 我从拿到机器我就是没有底气的 然后把它拆完 到组装请教了不同的师傅 在我试机之前 我都是不敢肯定的 我怕打不燃 但是我没想到我一试的话就打燃了 然后这次的视频就配合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